7月16日晚,华晨宇事件的始作俑者发文,向华晨宇道歉,说执发照片是自称华晨宇前经纪人王贵宏的好友通过私信发来的,网友议论纷纷,称他们给的太多了。 而在几小时前,张碧晨和华晨宇纷纷委托律师维权,并发布声明,回应了传言,张碧晨否认了小三的说法,而华晨宇本人承认了照片中的人是他本人,但否认自己整容执发的传闻,或许是该造谣者嗅到了危机,又或许是有其他原因。 我们不知道爆料者是何居心,但好在华晨宇和张碧晨双方都在第一时间出面辟谣,最后我们也呼吁网友们能够不信谣不传谣,网络不是法外之地,任何人在网上公开诽谤诋毁毁别人都要承担一定的代价。